欢迎回到台湾真圣美 接下来我们要开车 离开首尔市去远一点的地方 带大家来看看更多的景点 还有更多道地的韩国美食 首先就是距离首尔市 大约是一个小时车程的春川市 在这里是江源道的行政中心 也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经典韩剧冬季练歌的拍摄景点 而且来到这里 当然一定要去吃非常有名的 辣炒鸡排 然后吃饱之后就可以散个步 到附近的水果餐 因为在这边的水果餐的老板娘 其实是相当的亲切 大家是叫她为胖阿姨 因为是观光景点 所以这个胖阿姨还会多国的语言 才可以卖东西 另外您一定要吃在这里 种出的巨无把草莓 因为它是台湾的2.5倍大 会长这么大 其实是因为它用的是人参 给种出来的 所以才会这么大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春川 韩国的春川是在它的东北部江源道的道政府所在地对不对 而且听说春川来到这儿 一定要吃一项文明世界的国际料理 它是什么 Takalbi Takalbi就是鸡排 这个意思 Yuki我要问你 鸡排我们台湾也有 为什么一定要来到韩国吃 可是跟台湾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这是春川道地的风味餐 来到春川没吃辣鸡排 就好比到咱们彰化没点份辣碗一样 镜头前这样短短一条 春川Dakalbi街 就有20多家卖辣炒鸡排的餐厅 生意好的店家 一天可以卖出上千份哦 春川辣炒鸡 韩文叫做Takalbi 是将鸡排肉切成块 涂上辣椒酱等调味料 腌制一天左右 再混合白菜 洋葱 地瓜和年糕 一起放到大铁盘上 在客人面前炒 特别的吃法是包入一片生菜 还有鸡排 蒜头和韩式特条辣酱 切记一定要一口筛 一口要筛 一口吃啊 哇 你嘴巴这么大 不可以啊 两口的 一定要一口筛 一口筛 好 好 筛给我吧 好吃吗 好吃哦 太大口了 讲不出话了 它特别的是啊 它跟台湾的鸡排是炸过三胡椒也嘛 它是用炒的 对 然后韩式的辣酱呢 非常的那个香 有那种土色的味道 感觉好像鸡排跟泡菜包在一起 包在生菜里吃的感觉 又辣又好吃 嗯 好好吃哦 享受辣炒鸡排之余 不妨瞧瞧店内四周 墙上挂满韩星的签名板 可见春川辣鸡排 在韩国人心目中受欢迎的程度 怎么了 没有啦 Yuki我们刚刚一起吃辣炒鸡排啊 好辣啊 我想配白饭 有白饭吗 有啊 当然可以啊 哇 这么大一盘啊 嗯 怎么吃啊 怎么吃呢 把它放上去一起炒 店家会信用铁铲 将粘在锅上的锅巴刮掉 以免影响口感 再把剩下约三分之一的鸡排 和白饭一块儿拌炒 在韩国吃这个春川鸡啊 还可以吃炒饭耶 每个东西点一盘鸡 你看又有那么多小菜 然后又有饭可以炒 很划算耶 这样多少钱啊 全费一万块而已啊 一万块韩币 那相当于两百八十四块台币 划算耶 一定要来春川吃辣鸡排哦 Yuki啊 吃饱了之后 接下来该去哪呢 我现在带你去介绍 一个有名人士 春川的有名人士 对啊 谁呀 就是胖阿姨 胖阿姨 你好 炒妹 你好 人生炒妹都很好吃啊 为什么胖阿姨很有名呢 因为胖阿姨他们家 卖的草莓的话呢 是人生炒的 人生种的草莓 对啊 人生上肥料种的草莓 在哪里啊 就是在这里啊 你看 哇 好大颗哦 天呐 因为我的眼睛鼻子还要大 而且真的是一般台湾大肚草莓的两倍到三倍大 胖阿姨的人生草莓个头可是巨无霸等级 美丽至少九十公克以上 美金售价新台币一百十三块钱 卖水果超过四十年的胖阿姨为了拉近观光客的距离 他练就了多国语言 来家公共语 麻烟通哦 台湾的草莓和韩国的草莓不一样 不一样 没有农药的油脂草莓啊 有草莓 看他也会说中文 哦 可以试吃吗 谢谢 没有农药直接吃哦 没有农药直接吃哦 我以后当草莓当饭吃了 我以后当草莓当饭吃了 超甜真的 就是台湾的草莓有时候你还会吃到酸的 这完全没有酸味耶 是甜的耶 难怪草莓是越冷越地方越好吃越甜嘛 对不对 韩国的草莓 讚哦 在韩剧《冬季练歌》中 女主角崔志友就是在春川明洞等待陪勇俊 这看似圣诞树的街道树 可是为了阴影剧中圣诞夜的浪漫气氛哦 Yuki 你怎么在发呆 我在学崔志友等陪勇俊啊 哦 对啊 这个连续去冬季练歌 崔志友就是在这边等陪勇俊的对吧 对 没错 在戏里面他没等到 你今天怎么可能等到嘞 怎么办 所以各位观众在吃完了这个春川辣炒鸡排之后呢 不妨来到这个春川明洞走一圈 这里呢还有当时两个人的手印对不对 你来这边呢可以回味一下当时连续去的情节哦 大口吃辣炒鸡排 品尝人生种出来的巨无霸草莓 模仿随之友在街道树下深情等候裴勇俊的模样 来到春川不妨放下肩膀上的压力 偷得福生半日闲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